出版界最重要的奖项金鼎奖日前出炉 其中行人文化实验室已记录RCA工商事件的 拒绝被遗忘的声音这本书 同时拿下了非文学图书奖和年度图书奖 作者群甚至在颁奖的时候拉白布条 控诉政府放任外国企业 残害台湾的土地和劳工 另外一个获奖作品叫做史明口述史 得奖者们身上穿着黑T恤上面写 野火金河在以及自己的出版自己救 他们高喊尊重台湾文学专业 拒绝文化殖民政策 拒绝被遗忘的声音RCA工商口述时 这本书写的其实是一个伤感的故事 它记录在民国70年代80年代时 美商RCA公司在台湾造成环境污染 让员工们集体的受害 拿下金领奖非文学图书奖 拒绝被遗忘的声音RCA工商口述时 作者群还有受害劳工 拉着白布条上台领奖 难言激动情绪 作者群选择将致辞的机会交给了 饱受癌症之苦的前RCA员工 而因为拿下年度图书奖而读上台的他们 这一次更直接高喊口号 同样用行人文化实验室出版拿下非文学图书奖的 还有一口树历史记录史名颠沛流离 传奇人生的史名口树史 得奖的作品是史名口树史 行人文化实验室出版 身穿野火金合在自己的出版 自己旧的黑色T恤 作者群上台领奖 更是直接以高分备汉文化部 还有坐在台下的部长龙应台喊话 我们最后也有一点意见 想要表达给我们的官员 我们希望请文化部以及龙部长可以尊重台湾文学专业 尊重台湾文学专业 拒绝殖民文化政策 拒绝殖民文化政策 特别贡献奖则是颁发给同身出版 已经超过30年的大块文化董事长郝明毅 由于曾表达对福茂的疑虑甚至请辞总统府国策顾问 郝明与武化部长龙应台的互动备受瞩目 而致辞时谈及福茂也以公众事务带过 本届金顶奖重新规划后 共计办发图书 杂志与数位出版三大类22个奖项 得奖名单中不乏参与公民运动的知识分子 也呈现出更为多元与异议的观点